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盛先生 我用了很卑鄙的手段 让他打哑 来了 盛先生 我严肃认真地建议你一下 管一下你们家助理小琪 哦 他 这简直就 哎 算了 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说 累了吧 吃糖 手机 对吧 打黑微信 我不是故意要拉黑你的 我不是故意要拉黑你的 开通室 自行连接WiFi 空调请不要直接对着盛先生吹 容易感冒 这样角度合适吗 可以 好 开着空调时 请给盛先生盖一条毯子 我自己来吧 哎呀 没事 没事 你放着我来就行 我来 盛先生喝水是温水 最好是四十五度左右 你好 女士 请问这边有什么需要 你好 能给我一杯四十五度左右的温水吗 你稍等 谢谢 程了 你不用挺小气的 没关系 只要你们穿着 我是什么温身呢 你好 女士 您要的水 谢谢 谢谢 你就当四十五度吧 我 比赛期间你要帮他泡茶 免得他烫到手 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家盛先生 是熊猫吗 不是国宝 但盛似国宝啊 是 本驾客机将于十五分钟后到达 请您系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调直座椅贝 从现在开始 到飞机到达之前 请关闭所有电子物品 谢谢 我的天哪 我怎么睡着了 还靠着人家肩膀 大神的肩膀 是你随便能靠的吗 幸亏没流口水 对不起 对不起 来吧 师兄 师嫂 好 请上车 你叫我什么 我叫他师兄 当然叫你师嫂了 我就是来跟拍的 我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盛先生你管管他呀 上车 上车 坐里面 师嫂 你坐那可是宝座哦 深宝座 把你坐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吗 那个 不好意思 小梁 过来一起吃饭 服务员刚把餐送到 服务员 她不是服务员吗 盛先生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叫Lisa 是松果视频的主播 刚刚呢 是我跟程了商量好 给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是吧 程了 算是吧 可以开始了 好 好 盛先生 以后您想吃什么呢 尽管跟我说 别客气 毕竟以后的专访 还要麻烦您配合 程了 看看何为好吗 重风声儿 谢谢Lisa姐 别客气 都是同事嘛 那我也就不见外了 你可以走了 盛先生 那咱俩加个微信吧 不用 程了可以找到我 也对 那你就慢慢享用吧 那我先走了 记得把门关上 你知道他那件衣服有多贵吗 结果被你给当成服务员了 你这是第一个没有拜倒在他十六千底下的男人 我得敬你一遍 我约的是你 又不是他了 来 好 好 好 刚才那个人说 之后的专访让我配合 什么意思啊 就是 以后他来采访你 我去采访曹熹和 他采访我 你采访熹和 我都约了明天曹熹和的时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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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约的是曹熹和 你怎么来了 熹和有事 计划有变 什么计划 远离那个丽莎的计划 可真是公司的安排啊 我接受的不是松果视频 是你的个人专访 换成任何人都不行 谢谢 可为什么是我呀 因为你 真成 谢谢 我只接受你 换其他人去采访曦熹 母带